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跟教育处长刘美兰召开记者会说明 因应物价上涨,市政府将从112学年度开始加码补助2000万的营养午餐费 为了维护基隆市午餐的品质,我们从112学年度开始 也就是在今年的暑假结束过后的这个新的学期 本府将会增加补助2000万元给基隆市的国中小学 来提高点心的频率以及增添菜色的品质 让学校的午餐可以有更多样化的内容 另外我们对于弱势的学童仍然会维持全额补助 来照顾这些家庭比较艰困的孩子们 那我们其实也有参考其他的省市 像台北市他们也做了一些问卷 考量他的午餐可能也会上架到15%左右的一个 涨价的一个区域 那同时呢新北也是 那其他的各省市也因为万物起涨的情况之下 孩子的营养午餐原来的价格 可能已经也找不到好的一个菜商愿意来投标了 所以呢在基隆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也察觉到有这个方向 我们有跟市长报告 当时呢其实我们也想要做一个问卷 那也问问家长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要兼顾到孩子的营养 以及午餐的一个品质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参访到其他县市 我们也能够来做一个问卷调查 那已了解到家长的意向 但市长认为在万物已经是起涨了 那所有的市民生活是辛苦的 那所有的午餐尤其是照顾孩子 穷不能穷孩子苦不能苦教育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由我们市府自己本身先来承担这个区块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市长的一个决策 所以后续我们也盘整了一下我们相关的资源 那在今年度的部分盘整资源之后 也就在112选年度 我们后续会再增加10块钱 那这10块钱的费用呢 就大概整个市府预算会增加约2000万 那这2000万的部分呢 在我们团购的午餐的部分呢 团散的部分我们会由60元变成70元 那自立厨房的部分会由50元变成60元 那这个区块呢 在那个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的品质的部分 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厂商 提供更好的菜色 那当然孩子的品质也更能够被兼顾得到 那增加的这些费用里面 我们也期待能够提供给孩子 包括午餐的那个营养的部分 也就是点心的部分 也包括水果 也包括牛奶 也包括一些相关的鱼类的多一些的摄取 然后能够让孩子在整个营养的部分 可以更为均衡 教育处长刘美兰说 市长谢国良相当关心学童的营养与健康 除了加码补助午餐费 教育处也设置营养午餐食材的把关机制 让孩子们在成长阶段 都能享用充足又美味的营养午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